掌声欢迎 没有人需要英语的对吧 因为我这个议题以前报的是英语的 然后本来是因为会有一个同事和我一起来 然后他是只会英语 所以我确认一下如果没有需要英语 我就还有什么话 大家好 我叫吴士忠 我来自DTrip 是一家美国的SourceMesh company 如果大家去看我们的官网上 会有最初的SourceMesh Developer Zack 或者Verem 他们Google的这些同事 我们在一起去想把SourceMesh 这种大家平时在开源上看到的EastGL 加上Voy 变成一个可以商业化的交付版本 今天的内容实际上 不会和SourceMesh 本身的技术世界有太多关系 因为本身我 我自己不会去自己去做SourceMesh 我更多的做的是Observability 包括早晨的MayTrack 今天下午的一些开源社的一些其他的Track 其实上午我们平时会做的是 Aphazia Skywalking 是一个open source的APM的project 所以今天的事情是我在聊这些东西的集成的问题 所以在所有开始之前我们先去看一下Observability Observability 在整个环境里面它实际上分成三个最大的事情 就是metric tracing 和logging 那么 大家在做的时候可能 任何时候去做监控 都会看到metric 这种指标 比如说成功率 比如说 吨土量 比如说 百分位的百分数 那么这是最基本的metric 然后还有一些呢可能是需要做tracing Skywalking可以去做 Zipkin可以去做 Igarby 可以去做很多的 tracing的东西 logging 那么是最传统的 我们去写 人质文件 去写网络全处 这可能是我们能收集到的最原始的这种数据形态 那么传统的情况下 我们会怎么去收集这种形态呢 绝大多数的业务系统开发会 Java一样还是最大的一个主流的语言 而不管是Java还是任何一项语言 不管是自动的 还是手动的 我们所谓的探针技术 实际上都是改变了你的程序的 有文件 就是你的source code 所以 Skywalking本身提供了Java agent 这种类似于商用的这种自动探针 那么你可以只用 在启动的时候 加上Java agent的这种命令 就可以让你的程序具有分布式追踪 和APM的能力 就好像大家如果去用Nurek 就是用App Dynamic Data Trace 这种商用的APM Skywalking提供了完全对等的能力 可以在JDK1.6到JDK12上面 你可以商用这种极差极用的APM的监控 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Skywalking大概是我在四到五年前去开始创建的一个项目 现在是APM的顶级项目 但是从前年到去年开始 我们除了去做这种Java探针 Dolnet看着PHP Node.js 这种探针之外 Service Mesh也会成为一个未来的可能的趋势 在我们看来 Service Mesh 我们把它 就算我们在Totrade 把它叫做什么 叫做Software Definition Network 或者是 一个应用可以感知到的网络体系 它不是一个传统的 或者是SDN 或者是类似这样 它更多的是在一个七层协议上面 去能够理解你的业务需要怎么样去被调动 有很多Service Mesh 比较细节的东西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讲的太多Mesh的事情 那其实最简单 大家可以理解 Mesh本身和我们传统见到的Proxy 没有技术上的本质的区别 它实际上只是靠着一个Proxy 去调度你的请求的流量 那么你在Kubernetes下面 你可能可以用传统的DNS 这种比较弱的能力去做 你也可以用Node Balance去做 可以用Ingress去做 有很多的方式 而Service Mesh提供的是 在整个K8机群内 它能够去贴在你的应用上去做路由 也就是你的应用不管在哪里 它只需要知道对方的服务你 而DNS实际上可以做到完全类似的能力 但DNS做不到的是 比如说熔断 线流 重定向 热发度的转换 这种是DNS天生不具备的一个能力 所以Service Mesh 还有很多 比如说在安全 和今天讲的监控 上面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Observability 而且尽量我们有了那些传统的JAL 就是语言 为什么我们还会去专门去做Service Mesh Observability 因为如果大家用过这种传统的APM技术的话 都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判军有变化 你要重启 因为JVM脑上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干的 那么Mesh整个的优势在哪 它是在网络测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随意的重启 它可以不用带着应用一起重启 在使用这种关口绑钉的时候的这种技术系统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至少结论是 它可以不丢失网络流量 它可以保证 以前的网络流量 结束之后 老的Proxy才退出 而新的Proxy可以提前上线 它可以在共同工作的情况下 完成这么一个热衷器 OK 那么Eastl加Moy 应该如果再了解 Native 主要的人应该还是有一些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概念 那么它总体的三部分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呃 负责网络调度 负责监控和审计 以及负责安全 那么这三大部分 实际上是Server Smash 给大家的最核心的技术的解决方案 那么 在这个里面 其实 最简单的 然后很多人用也很多人吐槽 最多的就是Mesh 如果大家去了解这方面的新闻的话 Mixer 其实有很多的SIM上面的concern 以及它对Litency 对CPU的消耗 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 在整个事情里面 我们后面会去讲 因为我们要 我们在Trader 我们会去做商业交付 那么 其实这种Litency 是完全不可能接受的 那么Cellwing 同时也带给了大家一个 完全Out of Mixer 我们不需要Mixer 我们能提供你完全和Mixer在的情况下 完全一样的解决 OK 那么 在后面讲细节的技术解决方案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东西去帮大家熟悉一下 这个 嗯 我把他们去熟悉一下 因为大概这个两分钟的时间 我只想告诉大家 是这是一个非常 谁都可以用的一个ApaC的项目 ApaC的页面 你会发现它和一个正常的商用APM 是非常非常的类似的 它这是它的Dashboard 你可以去拿到里面的Service 拿到里面的各项指标 拿到里面的比较慢的服务 比较慢的URL 它会去给你去做这样的统计 而且 非常轻量化 你后面只需要一个 Elasticsearch 或者一个Mexerboard 那么它会帮你去做其他所有的事情 而这里面同时 除了这一些东西之外 因为今天这里的网络还可以 我刚才试了一下 所以 我可以直接跳到 这是一个真实的系统 这是在 官网上host 的一个Demo 你就发现这是有一个非常标准的做法图 而这些数据 都是由标准的加入探针来提醒 比如说你不需要改用的一行代码 你的分布系统是这样好的 探针加上去 这个透明图 会无时的反映给你系统的实际情况 并且 你是可以拿到 系统间的调用的指标 以及 它的成功率 它的百分位的响应 有没有长位效益 这都是一个正常的系统 所可以得到的 而且 这是metric的部分 对吧 透不图其实也是metric dashboard也是metric 那么 通时当然 还有tracing 你可以得到一个非常标准的 分布式的traced页面 然后 你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去分析 你可以有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大家 习惯于的这种表格式的 或者是说我们去看 哪些spam 会速度比较慢 那么 这里可能会有 比如说 tope 5 slow 最慢的5个spam 它会直接在 tope图里面 或者在这个 整个traced的图里面 给你高亮显示 ok 以及tope 5 children 其实 大家在做 性能排查 在traced几个级别 做性能排查的时候 一般就只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 有一个特定的点比较慢 它自己比较慢 但是它下面都还挺快 另外一种就是 每个人都挺快 但是由于子级比较多 所以它比较慢 所以这里给的是 在traced的时候 绕开你的眼睛 去分析这些数据 然后直接用程序 去给你分析出了 你要的这个项目 所以你可以达到 比如说你的程序 在频繁地反回Metroco 频繁地反回Radis 那么你会在 tope 5 children 里面肯定会 高亮到 子级非常多的 其实在这张图上 你也能够看得 非常非常地清楚 ok 所以 这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小demo 然后这个也是在 我麻烦器的官网上面 都是公开给大家的 那么 刚才的那些东西 除了tracing这个事情 你必须需要下单 因为你需要干预到应用程序 那么其实对于metric 对于topology 实际上你是可以通过match 如果match 如果比较熟的人 可能不知道mixer里面 其实是有一些这样的信息 比如说service-A到service-B的 这个调用的协议 netency 然后successful rates 然后response code 这些东西你持续上是有的 所以呢 大家在e-stil 对i-o的官网上 会发现上面是有 arpg-scalvin 在开源上去 arpg-scalvin 是唯一一个使用的 e-stil bypass adapter 很早的时候 它出来的时候 叫做mixer adapter 那么你所有做mixer adapter的人 如果你想编译到mixer里面 那么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向e-stil 的社区提一个pr 然后在里面写一大段 够的代码 然后放进去 然后让它给你合进去 然后让它给你合进去 当然前提是 你要是个开源项目 你要有名 它才会帮你合进去 是吧 我们在上面的原因 恰恰是因为 我们是第一个 也是目前来说 在开源上 维于去使用mixer的remote 这样就是一种设议 什么叫mixer 就是mixer什么都不敢 它把从底下的 Away收到的信息 强行forward 到任何一个第三方 靠这样一次协议 那么好处是什么 就是 你不再需要修改mixer代码 你也不需要 对e-stil的整个体系去敏感 你只需要熟悉 这个bypass adapter 加上一次协议 你就可以拿到所有的数据 你剩下的事情就是 你学会去配yaml 让它知道 你哪些资料想forward出来 让它帮你forward出来 然后你就会拿到 你想要的这样一些信息 而熟悉e-stil官网 就是这些信息其实都在这 就是有哪些字段 哪个字段有什么含义 这些就是标准的 的e-stil官网上面的内容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如果你要想配一下 其实就类似于配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是说我需要 比如说我需要刚才那个列表里面的 Source Service 或者Destination Service 或者需要UID 或者你看就需要一些地址 需要需要 要是客户端段 可以上报的 还是服务端段 可以上报的 一些product的信息 你完成这些配置 然后你把e-stil 带起来 那么它就会向任何一个目标服务 去发送这样一些信息 这是它发送的信息的结构 一个非常简单的 prod-graph加GRPC的结构 它会给你发过来 Key就是你要的那个Key Value 它的针对的数据类型 这是大概半年前 SkyWay是唯一一个在讨这个东西 如果大家看过e-stil 如果你自己在用e-stil 或者是一个比较浪漫的e-stil 一定要升级完了再用 因为我们送了好多的patch进去 这些数据类型 当年e-stil有好多都不支持 它以为它做完了 实际上它做漏了 可能你没有好多不支持 我记得好像 呃 1.0 1.0 1.04 好像才能 才能bypass 才能重厂工作 前面的话 好像好多自端笔都是 拿不出来的 OK 那么在SkyWay里面 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叫做native format 就是我们不管去接什么样的mesh 或者从哪里收到数据 这是我们内部会做的数据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batch 的数据模式 实际上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些信息 其实你如果去做自己的这种 基于Mesh 或者BIT的系统 你会发现 这就是你核心所要的这些字段 不管你从哪拿 如果你能拿到这些字段 那你就能得到topology 以及topology上所有需要的metrics 剩下的就是有计算的范畴 分布式聚合的范畴 以及存测差询的范畴 就是标准的程序所能干的事情 这是一个逻辑概念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mixer 即使是mixer的bypasser junctor 有很多很多的信用运气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也有反复验证 也有很多的外面的人去验证 为什么 这里面提到了 朋友们的消耗 其实也就告诉你们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第一个 mixer的envoi filter 如果大家知道mixer是怎么做的 实际上是mixer 在envoi上面 有一个bonding的envoi filter 叫做mixer envoi filter 它在充当一个标准 filter的实际 那么在envoi层面 有什么叫做filter filter的意思就是 你必须是同步完成 并且要在拆包解包 http包的这个层面上去处理 那么这是你的filter 所以你要拆包解包 你要同步 那么就会带来CPU的消耗 以及对RPC 深调用的LiPhone 4 所以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一个就是mixer的server 你要跳到mixserver 再从mixserver 再发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这里面至少有几件事 你要干 第一个网络开销 第二个 searizable和de-searizable 这两个正向的序列化和反序列化 以及如果我们使用了bypass 那么等于它里面什么逻辑的 你像一个完全没有逻辑的地方 消耗了大量的司令度 这很显然是不经济的 所以本质上来说 它是至少mixer server 是可以被拿掉的 ok 那么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i-sear filter 就是server 这里有一个叫做 i-sear attribute protocol i-sear attribute protocol i-sear attribute protocol 是非常非常反人类的 一个protocol的设计 Google当年为了他们的理论上的性能 设计了一个压缩协议 而这个压缩协议 在被不断的证明 这个压缩协议 压缩动作所消耗的CPU 远大于你节省回来的CPU 所以就是在设计层面上 是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protocol 也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个事情 ok 那么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这是结果 我们刚才说了 你要监控 你除了这种标准的锤子 你要摊真 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无非就两个 动图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盘图 每个点是怎么排布的 关系是什么 然后节点和线上面的指标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指标 本质上肯定是放过明细来了 因为明细永远都只有A 要B 然后消耗时间是多少 开始时间是什么 节奏时间是什么 错误码是什么 对吧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你只会有这些 那么我们想打掉Mixer 我们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做 第一个就是 Scoop你自己做一个指标签 只做我们所需要的资本 这一定能使用掉一些东西 但是 有一个东西你选不掉 就是你还需要拆包接包 要解开HTTP的包 然后你必须要同步的去接 因为你需要沟通A-B两端 第二个是 我可以去实现 Easeo的Attribute Chronicle 那么至少 通过这种方法 你的Mixer Server 是不需要 你只需要Mixer Filter 那么一定至少 你省了一个Mixer Server 那么你总体的CPU消耗一定选掉 但是不好的是 你对呀 我也的压力没有降级 降级降级 那么实际上 大家在用的时候 至少在我们接触到的客户 最大的concern 实际上是Litency 并不是CPU 因为CPU是可以靠钱 去可以换回来的 我可以 有时候我多给你一个U 尤其是多花一个U的钱 但是Litency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就是我一个服务本来就花20分钟 加了SourceMixer 我需要花30分钟 而这个是可能靠钱 找不回来的 那么这个时候 即使我们使用上下 前两个方案 都可行 但是 对Litency的环节 都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 我们利用了Envoy里面的一个特性 叫做Envoy Access Law 如果大家熟悉任何一个proxy系统 它都有Access Law 但是绝大部分的Access Law 都是文件性 打到文件 Envoy Access Law 有两种 一种是普通的Access Law 另外一种叫AccessLog Service 它是一个GRPC Service 它可以把AccessLog 通过Ebo的方式 通过GRPC流 打到第三方形 而Spelbook 应该是现在开源里面 唯一是支持这种方式 去监控整个SourceMesh 而我们做的方式 我们也是 TheTrends也是唯一一个 我们在推进 Envoy Access Law 以前 如果你用现在的ECO玩法 我记得 我不知道前两年 发的玩法可不可以 但是 一个月之前的 Envoy加ECO 官方的发行版 1.1级的发行版里面 应该你都打不开Access Law Access Law Service 你可以打File 是可以打开的 但是 Streaming 类型的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 在发行版里面 但是以前肯定不在 因为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同事去 去故事 所以 它的PR是被verged 但是好像不在 目前的发布里面 我们还在和Google那边 去沟通这个事情 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实际上 我们去做Sidecar 叫The Reality 我们需要解释的 一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 Sidecar 和Ingress 如果大家不出国的话 也知道 Sidecar 其实每一个Proxy 代表的是 你的目标服务 而Ingress 它是独立型的 那种服务 所以这两种角色 Envoy的工作模式 是完全不一样 虽然跟Envoy来说 都是一回事 但是对于你用户来说 你想看到的 那一定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 你首先需要找到 怎么通过IOS Envoy Access Work Service 怎么样通过IOS 来找到 谁是Sidecar 谁是Ingress 所以 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两个 很特别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 它有个Envoy Node Name Envoy的Node Name 在Ingress的时候 它是会叫Rotent 而你放在Sidecar的时候 它会叫Sidecar 它有一个前缀 在前面 所以你会借用它的一个秘密技巧 所以可以拿到他们的职责 拿到职责之后 对于一个Sidecar 来说 它同时还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是它要处理英镑的流量 一个处理Outbound的流量 那这一项在Access Log 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 是要处理英镑 一个处理Outbound 你找到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得到当前的这套Access Log 是一个什么样的橘色的 我已发出的 它是一个Ingress 还是一个Sidecar 去处理Inbound 还是一个Sidecar 去处理Outbound 所以 你会发现这里面 是有一个命名的 规则的偷换的概念 因为从Envoy的角度上来说 它不可能知道 自己处理的是要做Sidecar 因为它没有真正的Sidecar 就是Proxy 所以 iOS能够成功工作的前提 是这个iOS 受到eStore的恐惧 因为这个命名规则是eStore 并不是Envoy自己的 OK 当你拿到这个角色之后 剩下的事情就会 比较简单 这个我就不照着念了 因为这个PPT 应该到时候也是公开的 这是一个非常详细的规则 告诉你怎么去映射这种关系 这里面会有很多很复杂的地方 比如说 一个Proxy 从Ingress到一个Sidecar 就是从屋口 底下流量进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的 有一些东西的字段是非常奇怪的 因为Proxy 莫瑞会做IP投赚 它会把Source IP传进 所以你看到的 比如说 在第一个服务 接在Ingress方面 第一个服务的Sidecar 你看到的IP 并不是Ingress 是Y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数据 就是 这里面是有很多的实践性的东西 因为这里我不可能把所有的数据买到 但是这个东西是公开的 大家可以去考一下 然后你去把每一个节点的Access One 打出来看一下 你就知道 到底有什么什么样的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 如果你想去做 Envoy 到TheVisitive 用它 我们作为一个测试 我们首先不需要的Mixer 那么你的Latency的问题 会彻底得到结局 我们在三万GPS 单Envoy三万GPS的情况下 Latency大概幅度不会超管 而不是 就Envoy本身 在单U或者双U的情况下 我们都有做过测试 然后更好的一点就是说 因为没有Mixer Server 你可以有自己的Server 来控制这个流量的采集 你可以去架设你自己需要的Buffer 如果你认为你的服务端 处理能力不够 但是本质上来说 因为它对Envoy的能力 限制在下降 所以 这个会是 虽然我们现在 这些所有的东西 都是Oversourced 你可以在SkyWay 里面找到我们的这些逻辑 怎么样去分析 包括 但是有一点要提示大家 就是说 这一套东西的GMT 都是有EastL 有Connects 因为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这么玩 或者是把EastL 放在FakeConnects的方面 至少我们公司在玩没有 但是 同样也是可行的 我刚刚说到这时候 就是可行的 但是 有一个前提就是 AOS Access Log 它不是有原数据的东西 它Access Log 给你的是什么 给你的是IP和端口 那么你要永远记住一点 当一个TCP调用 或者一个HTTP调用的时候 客户端的端口 永远是不可信的 这是一个随机端口 所以 当你收到Ex Access Log 你怎么知道发起方式是谁 实际上不知道 那么 你利用什么特性能够知道 Kubernetes里面的IP是唯一的 每一个Port 是唯一的IP 除非它是一个 Native的HOST的VM上 介入VMIP的东西 但是那种是Source Mesh的上去 但Source Mesh 是没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 如果你想让这套方案 在VM上好行 也可以 如果你的VM的IP 是可管率 并且全局卖一的 这个是绝对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这是有限制的 所以这套方案 我们在上个月的CubeCon 也会去讲 也会有很多人想 对这个事情感兴趣 以及一些 比如说阿里巴巴 他们在做自己的Mesh 这个方案的时候 其实也会去借用 这样一些的思路 所以 所以 所有这些 你只要有Access All 你就能做到 你有IP的原数据 你就能做到 这是最基本的 一个东西 OK 这个是我所有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其实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 一个 hacking Esteel observability 但是如果大家以后 要用Esteel 要想去监控Esteel 我想 这个方案大家应该 会用得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